作为老司机 在路上看到一些标志标线 也经常搞不清楚它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来回颅一下 这个线是什么线 很多人就都问过 就像这个锯齿一样的 这个叫什么线呢 这叫减速线 但是这个减速线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垂直的 还有横向的横向减速线 所以这种垂直的减速线 大家很少见到 所以看到的时候搞不清什么状况 而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遇到这样的减速线的时候 能不能变道 我们在高架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线 尤其是杂道入口出口的这些地方 会看到这种线 所以如果全是虚的 那是可以变道的 那如果有实线在这儿的话 那就是不能变道的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 这就是横向的减速线 我们刚才看到是竖的垂直的减速线 这就是横向的 你看三根道啊 三根杠啊 两根杠啊 让你注意减速 那这种就是我们刚才见到的 竖向的这种减速 减速道 所以这个在路上看到这些标志的时候呢 你要当心了 这种减速的减速的减速